四位你覺得房價還會再跌嗎 當然啦 2018年會跌嗎 跌得很兇的啦 是這樣子 顏秉利是我學長 我們講說顏秉利說還要跌5年 就是一年嗎 顏秉利說還要再跌5年 再跌5年以上 所以要跌到2023年 但是如果這5年之後呢 是柯文哲當總統 那再加8年囉 可是呢 台北市都跌下去了 那新北市不可能這麼高嘛 所以那我只好比照台北市往下跌 所以2018哪裡先跌呢 但是新北市的蛋白區會跌得很慘 所有的蛋白區都要回到之前 不要講5年 可能到7、8年前 就是剛開始這個蛋白 起漲那時候 剛開始出現 比如說新莊 誰住新莊 新莊可能新的蛋白區 投錢重劃區 就要回到20幾萬 30萬 就是當初它開始的那個價格 淡海 有沒有住戴水 有 哦 十位 底家 底家 不要這麼贏 第一次討